欢迎收看建筑三百秒 我是建筑师高强 上一期我们讲到了哈尔滨火车站 终于熬到了新中国城里 进入和平时期之后的车站 变化更大了 最开始老站坊勉强能够用 中间还进行了扩建 到了1960年 随着哈尔滨站旅客数量的迅速增加 老站坊不堪中复了 于是对于站坊的彻底改造提上了日程 不过那个年代对于建筑 尤其是苏联建筑来说 绝对不是一个好时候 1960年前后 正赶上中苏关系决裂 两国的关系一年不如一年 逐渐走进了冰冻期 1960年前后 也是全国正在到处大拆大建的年份 连北京都在热火朝天的拆老城 所以对于此次的改建 当时的态度是 原来的老站坊直接全部拆掉 新的方案按照当时负责设计的 天津大学教授的意见 参考当时北京站的模样建一个 今天的我们看这个决定 肯定会觉得特别可笑 但在当时的时代 考虑到经济难度和政治状态 做出这样的决定 其实也属正常 1960年3月8日 哈尔滨老站房开始拆除 没想到的是呢 俄国人盖房子 特别结实 结果站房整整花了20多天才拆完 据说还动用了炸药和坦克 同年的5月16日 新的站房开建 没想到的是 这一建就是29年 因为这个车站没建多久 就停工了 很不幸 1959年到1961年 正是新中国最令人心痛的 三年自然灾害时期 人连饭都没得吃了 哪还有钱盖车站呢 于是1961年 火车站的两一配楼建成之后 主楼就停止了建设 对于当时哈尔滨站的样子 人们开玩笑说 哈尔滨一大怪 后车室两边盖 1972年5月 著名的西哈努克亲王 访问了哈尔滨 离开的时候呢 为着不让车站 显得太过于寒酸 有关部门昼夜抢健 在主楼空缺处 建起了一道临时的遮羞布 这块布有一个非常优美的名字 艺术栅栏 后来呢 哈尔滨站的站房 又经历了几次改造与扩建 直到1989年10月1日 才终于把整个站房建完 但你想啊 在这样的一种建造条件之下 建筑能好开到哪儿去呢 所以当时的哈尔滨人 将新落成的车站 又说成了 远看像坟墓 近看是仓库 1992年4月20日 哈尔滨站前广场改建工程开工 原来的苏联红军烈士纪念塔被拆了 从此以后 车站与苏联的关系 那算是彻底端绝了 这个时期的哈尔滨站 一直持续了20多年 这个站房虽然从建筑学价值的角度来讲 意义不是很大 但是这个建筑 却是陪伴了现代哈尔滨人 最久的时光 因此呢 其实在很多人心目当中 那都是无可替代的 但是呢 这个车站原来的状态 也确实太差了 现在我们在网上还能够找到很多当年对于那个车站的各种评价 无非就是车站太破 设施落后 服务不好 交通混乱 乘车费劲等等等等 另外还有各种各样的宰客 骗人 甚至某些网站还做了一个中国最脏最破火车站排名 哈尔滨火车站 轮登榜首 既然已经破成这样 那就改改呗 2015年 哈尔滨开始启动老站的改造提升计划 而且也认识到 如果不进行彻底的改造 只是在面上羞羞服服 根本解决不了现状的问题 而且随着这几年 各地政府对于城市文化复兴的重视 重新塑造哈尔滨火车站地区的城市风貌 也成为政府考虑的一个重点 在这种背景之下 启动了哈尔滨站地区的规划设计工作 经过了各方面专家以及设计院的反复论证 最终确定了一个基本的方向 那就是以1904年老哈站形象为蓝本 采用新艺术运动风格 结合新站房的设计需求 重新确定比例尺度 通过再创造再创新的方式 设计新的哈尔滨站 从这个方向 我们基本可以得出结论 这次的设计是一次非常保守的设计 不过可能是最稳妥的设计 因为这样的课题实在是太不好做了 其实像哈尔滨站这种建筑 众人关注的对象 如果你要是追求现代创新 那可能很多人最后会觉得接受不了 大家会觉得 这完全没有哈尔滨特色 但是如果你按照最早的老站房风格设计 虽然很难在形式上有所创新 但却最容易被人所接受 而且车站完全可以在空间尺度 功能分布 交通规划等方面进行创新 毕竟金石不同往日 新的车站 无论是体量还是内容 都比原来的车站 那是要复杂的多的多 最早的车站长度大约103米 主入口位置高度大约12米 两侧塔楼最高点约14米 面积只有区区的2700平米 而现在的车站 北侧站房宽度114米 主入口位置高度36.9米 两侧的塔楼最高点能够达到28.7米 站房总建筑面积达到了88.750平方米 在这种情况之下 设计方面当然要反复的推敲 最终经过16轮的论证与修改 确定了实施方案 从现在这个方案和原发案的立面对比 我们可以看到 新发案的总体造型和原风格 基本是吻合的 只是在一些局部进行了优化和调整 比如说原建筑当中的那个顶部的钟楼 实际上是日伪时期后加的 这次还原了最初始的状态 但是由于考虑之前的旧站房的哈站 大中是站房非常特殊的一个记忆 一个标志 因此在参考了伦敦大本中和德国布莱梅车站之后 将大中放在了蘑菇窗的中上位置 而在弧形的顶部还安放了红色毛体的哈尔滨站的站名 还比如对于原建筑当中蘑菇窗的尺寸 原来的尺寸是6.05米乘以2.92米 在参考了哈尔滨马迪尔宾馆 哈工大博物馆的一些细节比例尺寸之后 确定为新哈站的比例为26米乘以13米 原来站台的雨棚设计非常的简单 而新的设计就按照欧洲古典风格重新设计 深绿色铁翼加玻璃 充分体现了哈尔滨的地方特色 另外在建筑的壁柱、天窗、屋顶、入口的雨棚 都进行了很多的优化设计 设计的过程参考了大量的国外的案例 力求使得最后的设计能够非常完美 不仅如此 为了使整个哈站区域都能够风格统一 还将周边的建筑进行了立面改造 基本上都是按照欧式的风格来进行统一的 对旁边的圣伊威尔教堂和玉营堂 这两座文物建筑也进行了修缮 和哈尔滨站共同组成了一幅独特的城市风景 当然作为一个交通建筑的改造 立面只是表皮而已 交通系统的规划改造才是真正的重头戏 新哈尔滨站的改造 考虑要将多种交通形式整合到新站这样的一个思路 对周边的地下通道进行打通 实现车站的四通八达 增加了大量的机动车位 出租车 公交站 并且预留了轨道交通站点 规划了大型客运站等等等等 总之呢 又一个综合性交通枢纽建筑就此诞生了 到了今天 对于哈尔滨站的百年变迁 我们就讲的差不多了 其实做完了这三期节目 我挺感慨的 哈尔滨站呢 几乎可以看成是中国很多城市老火车站的一个缩影 悠久的历史 多船的命运 到今天 华丽再现 哈尔滨站给今天很多城市的文化复兴 提供了一个新的案例和样板 当然 是成功还是失败 可能每个人心中都是有一个观点的 不过 真正考验新哈尔滨站的时刻 我想才刚刚开始 他在未来的使用当中到底表现如何 还是让我们大家拭目以待吧 感谢大家收看我的节目 如果您喜欢请帮我们点赞转发 我是高强 咱们下期再见